时代论坛每周社评 2015年5月10日 第一四四五期的时代论坛 社评的标题是 两岸一国两制不在的社会启敌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 和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近日在北京会晤 去年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中 执政国民党大败 而明年的总统选举形势阴智不定 舆论都关注 今次国共高层会晤 北京会摆出怎样的姿态 结果虽然双方仍然燃烧硬硬 九二共识仍然是语意各意的共同词会 但是中共对今次会议的热用词 由近年三次国共高层的会谈 改成会见 会后也没有厚礼或重大政策出台 值得留意的是 昔日中共领导人多次提及的 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以及去年仍然出现的一国两制 今次都不见影中 而无论是习近平会上提及 五点主张之中的 构建两岸和平发展制度框架 又说 朱立伦在会后记者会坦诚 两党关系不等同两岸关系 似乎放在面前的两岸关系 都是一个相对开放的互动格局 当然这种互动格是软是硬 目前仍然之上早要拭目以待 原意 真实反映民意的台湾民主选举 的确成为两岸关系互动的重要能量之一 对港人来说 一国两制在两岸关系论述中失去中影 在这个特区政改陷入所谓民意战的当下 自然别有滋味 近年内地以至特区政府 对于一国两制不断有偷天换日之举 去年的人大831框架 特首选举提名门栏 由1%提高至1% 官方却将这个假普选真西选说成是进步 最终爆发79天的占领运动 港人记忆犹新 近期媒体披露 教育局最近发布的初中基本法教材 有关图表将特区特首列作 直合于国务院港澳办 这和基本法第二章第十二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 直合于中央人民政府不相符 但是这个基本法教材里面图表的所画法 有就得到基本法委员会 港方委员的护行 说没错误 其后媒体更是陆续揭露教材 有多看片面和强解之处 例如被案即是有审批的意思 又例如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既互相制衡 亦能够互相配合 如是一国两制面貌 拿来面对一个走在华人社会最前线的民主政体 说服力 可想而知 两岸关系的微妙变动 所带来的并不是命运局的轨迹 而是小格局怎么左右大家局的启迪 在历史的场合里面 人的努力实在渺小 但在掌官历史的上主手中 它是塑造未来所不可或缺的材料 台湾社会今天的民主能量 背后有一代有一代人民的努力和坚持 香港社会要保存核心价值 追寻诚信而安居的社会 就要放眼那个比2017更远的将来 比股市可能波动更深层的价值 此时此刻 坚持使命的信仰群体 总是能够为轮舍人心 达来一份穿透时代 而尼足珍贵的永恒信息 同感共鸣 然而我们可准备好 在未来的波图里面 见证上主的爱同公义 与社会同行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付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付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